今天又很榮幸,跟梁姑娘 什麼梁姑娘,Yoye 梁小姐,Yoye 以及阿楊先生,大家一起做節目 今天這個題目我開的 我上次講完之後 聽見很多不同的聽眾 差不多接萬人 多謝兩位小姐,來幫我們這個 forum 增加多些聽眾 我在你身上學很多東西 我學很多東西 剛才告訴你 我的粉絲很妒忌我 為何有這麼美女跟我做節目 我說這些是想不到的 做完女王之後 肯定會有另外的美女跟我一起 其實她真的很厚化 比較一下,這是真心的 多謝多謝 通常女人都覺得 男人真心就厚化了 這麼有趣 今天這個題目就叫做 港式的拍拖 為何要用港式呢 一會兒再講講 港式和其他色 是很多不同的 尤其我們港式近幾年和以前又不同 我孤陋寡民 不知道現在的拍拖 是去什麼地方的呢 所以就請教了你 梁小姐 先跟著 老中青 是否要講講 拍拖是什麼地方 有什麼聖地呢 之後我改 我們的聖地和你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自己覺得 好像都不是太大分別 你去看電影 去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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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可能去逛街 或者有些現在運動型的 可能一起去踩單車 或者做一些運動 駕單車是怎樣踩的呢 可能是找一個地方 譬如新界有些單車勁的 他們就找一些路段一起去踩單車 比較健康 駕十幾公里 是的 或者現在行山 行山情侶 現在都有 行山情侶 即是找一些交易公園 由大美督走到哪裡 走到八仙嶺 總之可能不會太辛苦 純粹是高興一下 又找一些活動做 兩個人走而已 也有的 還是全部一起走 有些可能是兩個 有時可能是一群結婚 我自己也帶人行山 有些也通過行山的活動 真的結識 還有結婚 有兩種 行山和牧拖 行山和牧拖 已經在拍拖的一起走 有兩個人很多時候 因為夠靜 又一邊走一邊欣賞 一邊聊天 如果是未開始的 很多時候就是乘客 看看大家互相 有沒有找到心儀的對象 你看看誰跟誰就知道了 很多時候是這樣 大家互相聊天 當然要懂得選擇路 不要走到別人死了死了 要走一些舒服的 有湖光山色的 好像城水塘邊 有十公里 兜著走 這樣就很舒服 走完之後還可以去吃飯 吃豆腐花 吃豆腐花 對 說給兩位聽 有一個悲劇 什麼悲劇 你們一定未出生 阿洋也可能未出生 大約四十多年前 就像你所說 一對情侶行龍虎山 你聽過嗎 龍虎山是否港島勁業那裏 有炮台那裏 有一個女的 這是鬼妹 男也是鬼仔 兩個都死了之後 發現鬼妹被人污辱 因為兩個走的 太過淒淨 所以我問你 我聽過 你聽過嗎 聽過 那時候很轟動 出眾幾百個警察 在山頭找的 那次很殘忍的 其實兩個很純品去讀書 遇到一群壞人 那女的就被人強姦了 不只打到遍體淪傷 連下落都打碎了 那男子也是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附近出入 但也不夠膽在附近的山頭 行山 所以我問你行山 是不是在行那些郊野公園 我想都是比較安全 或者多人走的路線 我走有些 多人走有些 就很偏僻 兩個人就比較危險 你有沒有試過 我當然沒有 擺得明白 我就知道我走不了 因為山賊 早十幾年前 山賊 很多山賊 很多曾經 我也聽過 我曾經握著棍上山 因為握手機來走山 可以嘗試力 那時候沒有電話 沒有電話 很平常 因為要遷就 有個警察來查我 他以為我山賊 我的樣子像山賊 你的樣子不像 他以為是 你山賊叫劫那個人的樣子 因為單身的男人山賊 很多時候不劫 劫就劫 一男一女 他不需要移動 他才會移動 他只是威脅女生 那男的就不敢移動 有沒有單身女生走 有 真的夠膽 少 女生不喜歡單身走 而且女人是喜歡群體 那種寂寞的感覺 不是很喜歡的 記住了 Yoye 不要拍拖去荒山野嶺 唉 我很怕黑和怕一個人危險 我危險 不行的 我捨不得你的 你跟我去就行了 我跟你去 別人以為要我扶 找多個 找霍姑娘一起扶 那就很棒 一左一右扶著一定沒事 那不如不要走 好 剛才又有一個問題 剛才說的戲院 戲院就是拍拖聖地 拍拖聖地 以前是我們拍拖的陷阱 吵架的地方 為什麼 是不是男女看的戲 原來要找一套戲 兩方面都適合 看完之後大家去餐廳 剛才說要吃飯喝咖啡 有東西說的 適合我看 就未必適合那個小姐 適合那個小姐 就未必適合我 這樣呢 是變成 看電影是拍拖的 不是墳墓 起碼都是骨灰音 我覺得旅行嚴重一點 旅行嚴重一點 我覺得看電影反而 怎樣說呢 其實我一向覺得 抱著的心態就是 不要太執著 還有有些事情 你要沒有所謂一點 遷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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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可能未必是你很想的 如果他開心的 那你就要陪一下 是呀 這個就要看對方的性格 就考驗到了 你遷就人事 別人也遷就你的 那你呢 那時候 你拍拖拖 有經驗 拿了衣服 那你拍拖 看什麼戲當 什麼都看的 例如動作片 鬼片 劇情片 什麼都看 我是很害怕的 有女生不看鬼片 男生明知道女生喜歡看鬼片 才帶她進去看 是嗎 我小時候看那些 Jason and Freddy 然後我很害怕 但我都會看 因為我很喜歡看電影 我差不多一個星期看一次 我每天看三部 那你再經驗 你又不同的 你工作嘛 職業 阿楊呢 你拍拖 雖然有人說你沒有什麼經驗 但我相信你有研究 你認為跟女朋友看戲 玩什麼戲看好呢 最重要是看她的口味 即是你自己就不重要 我自己不重要 因為我喜歡看 我自己去戲院看 是呀 那一定不會有衝突 如果她真的太過血腥暴力 她受不了 你又沒有理由叫她進去 那要等她選 阿珠都來 就算她不是十分鐘 但她一定不能抗拒那部戲 錢呢 就是你出 錢就誰出都無所謂 現在沒有限定一定要男人出 是嗎 新型的拍拖現在很多是這樣的 那就請教一下你 你看過這麼多 拍過這麼多戲 用拍拖的心態看過哪部戲 你覺得很陰 大家都很陰 有哪部戲 沒有啊 特地為拍拖而看戲 真的沒有 沒有啊 看那部戲覺得很陰 你有沒有 真的沒有 有沒有啊 我有啊 哪部戲 鐵達尼 97年那部戲 對啦 鐵達尼 跟女朋友分別都要看 那你是不是看了很多次 沒所謂 有十個就看十次 有二十個就看二十次 但是呢 都要看 有些只是有分別 有些是喜歡看有眼鏡那些 即是三D 有三D鐵達尼 又有兩D鐵達尼 是 看鐵達尼之前 未入場之前 就要講一下歷史 那些女士很喜歡 那 阿叔呢 以前看過一隻鐵達尼 已經七年的 黑白的 是 你要知道 深冰海沉船 有一個中文的譯名 是啊 那艘船 就說鐵達尼如何在大西洋沉 裡面完全沒有愛情 一開場 就說船不是很安全的 稱為世界第一安全大郵輪 第一次首行 由英國過大西洋 那邊美國紐約登岸 至少都說半小時 旁邊的伴侶 就很開心了 因為有話要聽 那樣子就適合你 然後 一邊看的時候 就不要出聲 看完就可以分析 為何這場戲要在船頭呢 為何這場戲要對著海套潭呢 為何這場戲要去到餐廳受辱呢 嘩 說了給那些小姐聽的小姐很開心 是你才可以做 不是 過過過的 我想說現在這個年代 你說那麼多道理 他們真的會瞄理 你說歷史的女生 他真的會瞄理 是嗎 說那麼久 喝腸味 嚇死了 現在說話要很juicy 那些人沒有耐性聽太久 你可以某程度顯示你的學識 我想告訴他們 這裡是好看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可以的 但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太多資訊 有時候會超過的 你真的這個時候 還跟現在新興一代女生說歷史 有些是喜歡聽的 但我想有些就未必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是用影片接收資訊 這樣就有教戚我了 我以後不說什麼 不是,視乎人而已 年齡層 和人都不同 我以為這種方法 製造了話題 看電影最重要的目的 拍攝電影就不是 在我那時候的觀點 就是看電影就是 有兩個人談話的資料 有話題 如果不然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平時出去吃飯 難道說過菜 女王你煮的菜好 我以為讚女王還會生氣你 一定要想一些話題 看電影就有很多話題 什麼戲有話題說的 感情是有無聊而生的 對 但如果你這樣說 即是說我捉錯了用神 我覺得是可以說的 不如太長 或者你的年代有點不同 那個年代的女士 可能是喜歡一些才子型的 現在也有喜歡 現在就不喜歡 覺得男人太長氣了 現在喜歡一些 可能是說話 有幾分知識得來 就比較好笑 對 要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 就會比較受歡迎 我只是說色情 就有幽默感 也是看對象的 有看對象的 有看對象的 有些可能很喜歡 即是他又覺得 我又學了東西了 對 沒錯 第三 我剛才聽你說 又有跟我近時不同 所以 港式的拍拖 真的跟世界有變化 你說要吃飯 吃東西 好 我請教你兩位 你怎樣選擇你的餐廳 例如你這樣 男生當然說 今晚梁姑娘 不是 梁小姐 去哪裏吃飯 通常就得到兩個字 就說 隨便吧 隨便就不行 那當然要做一個決定 那你呢 都會去一些你喜歡的地方 或者喜歡的餐廳 你打算是甚麼餐廳 其實呢 我的原則就是 不用等那麼久 嗯 妥當 對 我很怕等 我真的很怕 要我等過去一小時 吃一餐廳 我都真的情願不吃 其實我又真的沒有所謂 我經常覺得抱著一個 試新食物 即是吃了這次不好吃 就下一餐都可以再吃 甚麼都不要緊 沒有所謂 或者吃過覺得好吃 又在附近 總之不要經常 可能要去很遠 吃到一頓飯 只要去元朗吃 那就很難 或者如果特別有很多時間 天水為去就無所謂 原來你在柴灣到元朗 就沒有了 不要搞我 即是是否特意為了 哪一間出名的食肆去吃 我真的很少 除非是真的覺得 非事不可地去 但我都很少 唐餐還是西餐多 我甚麼都吃過 譬如去大排檔我都吃過 但是呢 我不知道怎樣得到這個觀感 可能給電視玩死 原來吃西餐 就情調好些 有一句叫竹光晚餐 不知道你點不點竹 總之去到那裡 叫竹光晚餐 這件事害死人 真的嗎 這個被電影和電視害死 楊先生你怎樣看 我還沒點竹光晚餐 我吃東西很簡單 吃得飽就可以了 那你跟女朋友拍拖 不是你自己 都是一樣的 吃得飽就可以了 那對方有選擇的 問他想吃哪些 喜歡就一起進去吃 即是他喜歡 他帶你去一間 四千多元一個人的餐廳 他又不會選這些 你怎麼知道 你說不定 那我就不會去 那你就推他了 對呀推的 不要太貴了 我們吃便宜一點 三千 很簡單的 一個女孩子如果真的為 你值得和他交往 他一定要為你好 你也要為他好 不可以我們朝語所說 做狗公或者做兵 這件事就不太合理了 不過我認同西餐 不知為何 感覺上如果兩個人去吃 是比較多情侶去的 因為氣氛上 可能燈光 通常都暗些 又好像感覺會浪漫些 所以會有這樣的投射 如果是最初拍拖 通常人們吃日本食物 或者吃西餐 日本食物可能是居酒屋 現在很流行 新時代大家都會去居酒屋 吃串燒 然後喝酒屋 燈光又暗些 好像感覺是聊天情調 會好些 但你吃糖餐 第一 你兩個人吃到這麼多 通常點菜很大碟 而且這麼鬼死光 又這麼吵 怎麼聊天呢 這個很重要 我發覺糖餐廳 或者普通茶餐廳 最大事件就是很吵 這個我有一個共鳴 就是吃糖餐 無論你怎樣高貴也好 當然很多人在旁邊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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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餐廳的人 就算是同樣的人 去到西餐廳 他們自然說話 會把聲量細聲 絕對是 這麼有趣 不知為何 所謂拍拖 去西餐廳好一點 但是你講話你都可以 大家心平氣和一點 不用跟隔壁的位置 那些人說我愛你 你也聽到 如果糖餐廳 那有人說我愛你 就是這樣說 沒有的 我想現在 這件事是永恆不變的 是兜圈說的 那你回去試一下再說 我爸爸經常跟我媽媽說 他愛他 不過我爸爸反而沒有跟我媽媽說 我知道 我作一些間接 我作一些間接的說法 我原來是這樣的 你很難說出口 明白 鬼佬都可以 我愛你 這個年代 我又覺得人們是直接一點 又可以的 為什麼不可以 有一個女性跟我說 當一個男朋友和你倆吃糖餐的時候 如果女性主動叫一條精魚 是 這樣就有些影響 有些暗示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這個女士已經上一年多了 她不會騙我的 她說為什麼 她有一個原因 因為 因為魚 通常要大家夾 即使用公筷也要大家夾 所以大家夾一條魚的時候 就比西餐好 自己拿刀 自己拿刀 拿刀 哭冷 都是自己顧自己 唐餐有一個好 你夾送給我 對 魚一定要夾著 好吃 是 最多用一個羹 跟魚開了之後 夾了之後 混合一些醬汁 吃一點點白飯 這樣就有情調 有味道 這條魚好吃 更加使得對方 那個女生或那個男生 很開心 蒸得漂亮 當然 如果蒸得不好 做得不好 任何菜都送死 她就切忌認為 千萬不要吃辣的東西 為什麼呢 都是 你解釋 因為 其實 我不知道你的認識 是不是 我認知 我以你為準 辣的東西 你吃完的時候 有大汗 流鼻涕 可能又流眼淚水 很醜 然後你就把自己 最不好的一面 看 通常你拍拖的初頭 你都要 吃辣的 除非對方好吃得辣 如果真的不要吃辣的東西 還有打火鍋 真的要看對方 是不是很喜歡 所以說打火鍋 這個真的很 depends 是啊 吃東西 其實有一個暗示 大家以前 看 Tom Jones 那套片 叫Tom Jones 整套片 講Tom Jones 出來和一女生 吃飯 這是很久 七幾年的片 英國片 吃東西裡面 很多sex的 implications 譬如拿著梨 一邊咬 一邊咬 那個女生拿著香蕉 撕皮 撕皮 撕皮也有意思 總之慢慢撕 不是這樣就這樣撕 他說原來有關係 所以 吃西餐 吃到水果 吃到那裡 要小心一點 不要亂來 斯文一點 唐餐 就少一點 暗示 但是 有一件事 就是 魚和打火鍋 有一個很危險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和一個 不是很熟悉的 不是很喜歡的人 一齊去搓那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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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就有點尷尬 不是 心裡頭 不太喜歡那些 就不太鬆 不鬆 這個呢 我也吸收了很多經驗 除非那個 對方 是主動去 打火鍋 或者去吃 海鮮 吃魚 我都永遠不會 主動說 是危險的 危險 這就視乎 現在比較少 年輕一度 會想這些 想這些比較少 現在就很多時候 吃東西 看電影就是這樣 反而沒有想太多 多去旅行 但你發覺兩個打火鍋 真的很少 除非他兩人很喜歡 那也是 真的 因為你也是很難叫 很煩 這個已經進了一步 是啊 進了一步 旅行是多 不過我是有興趣聽聽你剛才說的旅行 因為我身邊見很多拍拖的 都一定要去旅行 怎樣旅行 很重要 我沒試過 你真還是假 你真是假 為什麼呢 旅行你怎樣 做兩個房間 什麼啊 你一起去旅行 當然是同一間房間 還要同一間房間 很平常 很平常 你分開房間才不平常 別人受你疑慮 現在不同的 跟那個女生 在拍拖 可以同一間房間嗎 一向都是這樣的 是嗎 所以我沒試過 我想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先說你的報告 現在很多去旅行 第一 你怎樣說呢 通常去旅行 應該都拍了一段時間 又未必很長 但起碼一段時間 然後就會去旅行 你計劃過行程 很多事 你沒理由兩個人去旅行 然後住兩間房間 我沒試過 待會兒我有經驗 現在這個年代比較少 經濟效益不符合 以及感情效益也不符合 兩人和房間 就很容易 親熱 我想現在這個年代 都準備了 這些人都有心態長的準備 這是指定動作 是嗎 對 他不告訴你 大家都知道 沒有很平常 我想旅行都有這個想法 我記起不是完全沒有 試過有一次 五十多年前 那年我可能是二十歲左右 那時候很進 很大膽 那個婦女 已經答應交給我 那次肯跟我去澳門旅行 這就是後來的正室 幸好你說清楚 是不是都要說清楚 你真的要說清楚 對 但是又不肯單獨跟我去 那他怎樣帶著媽媽去 媽媽就不知道睡哪裏 他就帶著媽媽去 還有約了另一個書友 就是我們大家認識的 他又是一個男子 又是一個女子 又是一個女子 兩間房 兩個男兩個女 是這樣嗎 本來呢 就說兩男 就是兩女 是 那年代 五十年代 那時候真的很平常 兩男女很平常嗎 不是啊 不是啊 兩個男子兩個女子 那時候比較保守 不是啊 是啊 那時候準備這樣 結果沒有了 結果第一眼就是這樣 大家睡不著 出去吃糖水 後來發現 都不要欺騙自己 最後呢 都是要轉一轉 轉行李袋 要想一下藉口 藉口就是 哎呀 我很怕黑的 你講還是他講 通常是他講 男生就算怕黑也不敢認 我想問清楚 但是那次是我講 是啊 我都說的 這兩個是藉口 我真的不會想這些 所以我真的很清晰 所以說港式拍拖 有分前後兩腳 我就是前腳 你就是後腳 雖然老中青你都不是那家 我不是你的家 有距離 有距離 很大距離 然後你才可以 得到默示 要默示 如果他說不要了 你怕黑 開燈睡 開燈睡 或者你不要睡 打開燈睡 打天亮 其實可能他等了你開口很久 沒錯 不過他不好意思 我就是經常這樣想 一定是 否則他一定會說不好 那你回去放 我就不敢直接問了 因為那個是泰座 要回去放些 放些片給他看 放些片給他看 然後看看他怎樣癢 糟了他會不會生我的 不會 他會覺得你不知多好 原來是這樣 因為你要想起他女兒 他會覺得 為何你找到一個 好像你的女兒那樣的女士 做節目狗刺零利 很開心 你多個彎賺自己 對 不過這樣 你說多了人去旅行 拍拖 但他未必一定增長感情 分分鐘出事 為什麼 當你也是一樣 好像平時去看電影吃飯 大家太多執著的時候 你去旅行便會爭 譬如我又想去這裏 我又想去這裏 以及大家想吃的東西 可能有機會不同 只要有一方極度執著 而另一方不想退讓的時候 你就吵架 又或者可能女士 可能買太多東西 男人又不喜歡買東西 現在你說的是自由行 現在沒有人跟團 是嗎 是呀 旅行社會不太多會倒閉 除非你去一些很危險的國家 或者是你去一些很偏遠的地方 否則正常都是自由行 例如我見過一些要跟團 是去北韓 北韓 北韓要跟團 至於其他現在一般都不自己上網 用手機去訂機票 訂民宿 都自己去過 是呀 不需要跟旅行團 旅行團多數是年紀比較大 或者帶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成家人去 是呀 好了 去到找食物 現在我沒有試過 我們那時候就 譬如去澳門 有個禮牌 當然是佛少樓 當然是沙利文 那些禮牌 那些是指導動作 現在又多數吃什麼餐 兩個人 即是你說去旅行 吃回地道食物 即是韓國吃回韓國燒烤 對呀 難道他吃唐餐嗎 當然不會 你一定是吃回當地的食物 譬如吃日本的 你不就是壽司 拉麵 或者和牛 糟了 更加這個 是Generation Gap 你真的吃唐餐嗎 因為很多人去到那裏念念不忘 沒有飯道肚 沒有喊氣 沒有飯道肚 但你知道任何地方 唐餐唐 China Town 都是最不好吃的地方 通常都不可以 通常是植雜碎 以及垃圾 令你吃完之後回家 吃宵夜早上找個漢堡包 就是這樣 但現在就不是,現在就要試當地的美食 而且那些人已經很厲害,我見過一些朋友去旅行 他們的資料,例如買了一些旅遊書 然後貼了很多的帖文在裡面 以及整個行程表已經有幾點至幾點要去什麼,坐什麼車 全部都已經完成了,即是Lonely Planet的 自己已經完成了 上網已經完成了 有人知道過你了 不用找人知道,上網自己去查 因為很多時候現在的旅遊,把自己的經驗寫了上網 然後一搜尋,例如你去耶路撒冷,打耶路撒冷 已經一大堆去過的,有什麼景點已經可以全自己去 好了,旅行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就叫買東西shopping 現在的拖友shopping什麼呢 看看你去什麼地方 譬如有時候現在去日本,那些人很喜歡去藥房 藥房? 藥房買藥嘛 有什麼藥,避印藥? 這些就不用去那裡買的,但通常就買一些在香港買不到 還有,坊間就說日本的藥,本地的藥是比較漂亮的 是嗎?是 是 我從來日本沒買過斗檸藥 真的要買是可以的 我家裡很多,可能是雙風感冒藥,平安藥 有些液體膠布,我那時候試過傷了 譬如我沒有了整塊皮,是差不多五毫子那麽大的 但是我塗液體膠布,塗到完全沒有藥 那麽厲害 它有些東西是真的厲害的,還有之前不是說國內 可能去搶廁所板那些都有的 對呀,聽過 反過來,可能買衣服,其他東西 現在香港很多,什麼品牌都有 香港有,不用再去買 對,就未必在那裡買 我第一次聽說 總之是便宜很多的東西,那些人就在當地買 兩個情侶,就進去買藥嗎? 有呀,有呀 但看國家,譬如在韓國,都是買衣服多 不是買紀念品嗎? 現在沒有人買的 糟了,我真的 新一代的旅行不是這樣的 而且不流行買手信,即是有買 但是可能買少許 你不會以前拿手信拿到死死下 好像為人而去 現在很少 即是一包糖分幾十個粒 對呀,一粒就當作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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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當作高興下 我近時如果拍拖去旅行 不是跟女朋友,還是跟老婆、家人 通常是要買很多鎖匙扣 為什麼呢? 鎖匙扣寫越來越容易 你這個是難找的,可能真的要自己找專人去住,不然找不到Yoy Richard就有了,通街有了,Alex就通街有了 Richard不是他,他的朋友叫Richard 我的朋友也叫Richard 買回來送給他,說來這裡見過世面,送回鎖匙口給他 那時候買紀念品,兩個人拍拖就買紀念品 鎖匙扣很多 現在就真的很少,大家只會覺得,什麼來的,很少會收這些東西 或者你給別人,別人都不會 那會不會買回一件東西,紀念我們兩人去過這裏呢 可能有些,現在當地很流行一些小手作仔 有時候有機會去到有些參觀的地方,會做些小手作仔 那些可能會,都應該會有的 就是紀念今次旅行,某年某月,去了四天 對呀,對呀 將來扔煲的時候就歸環 通常是扔的了,歸什麼環 不歸環 扔煲也不歸環嗎? 不歸環就扔了 不歸環,不歸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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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很大的成長劇 除非那些東西是明貴到,你覺得真的要和他劃清界線 否則你正常這些東西都不會 反而明貴就不會追究 譬如我送了一個明標給他,以示大方就算了,當作忘記了 不是呀,要看明貴到什麼地步 最近有個女醫生一天送了幾百萬樓給一個人 樓啊? 是呀,樓啊,還有其他財產、錢 給了一個欺騙他感情的男人 結果他扔煲之後入品法院要拿回 輸了,好像輸了 輸了嗎?好像是 我不知道,但是全香港都在談論這件事 上兩個月的事 另外有一段新聞 以前有某一個傳播街紅人 後來就說有少少精神病 是不是沒有人知道 跟一個名流的太太 是呀,雙虹 終於大家分手的時候就在後巷交換 你聽過那些故事嗎? 是不是姓洪的? 是呀,很出名 因為他以前的前妻開了一家很出名的書 我和他的老友來的 看過電新聞 他是大學同學低澳十幾年二十年班的同學 但是呢,就覺得呢 近時有做過同事 在電台做過同事 就覺得這個人都挺厲害的 又懂得做經劇 又懂得唱經劇 不錯,文化修養不錯 但為什麼呢? 後來會分手時候 要在後巷交換所有內衣服 AV CD DVD 我覺得很噁心 拍拖不需要分手 大家交換那些東西 還有我覺得好來好去 拍不到也有時候 我覺得是緣份 你會不會和大家 劃清界線之後 問他拿回呢? 其實當然算了 所有東西就虧了 是呀 多數是他虧的 其實我覺得 你始終 例如一起過 就算有些東西 大家互相送過 分手就算了 我覺得不需要再做這些東西 你最多就丟了 我由每一個最重要的項目 就是拍拖就拍照 我見過我的前輩 給我一些照片看 第一照片被剪刀 中間剪開了 是不見了那邊 是那個拖友 以前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要拍出來 現在不用了 可以刪除了 可以刪除了 按按鈕就可以了 不過有些東西 也不能刪除 如果你把照片放在網上 你就刪除不了 所以完全不能刪除 但多數都馬上打卡 放在網上 急不及待 現在不需要拿一張照片 來中間剪斷 其實這件事都很搞笑 你剪完照片 你看到那張照片 其實你又會想起另一部分 你始終都會想起另一部分 剪的照片 還要剪到跟著邊編 不是在中間插聲剪去 這麼麻煩 扔下碎子就算了 他又不是 第二 有些東西更差 就是用黑人 油了臉去 打格仔的意思 打格仔 很忙 很忙 可能他覺得發洩到 如果他覺得黑酸洩到他的感情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對 所以現在拍檔和其他拍檔 真的有很多不同 我見過一個案子 就是他剪斷了他的胎 中間剪 剪輪 剪輪 分手然後剪輪 他怎樣有他的胎 那你一起住 然後剪輪 那個男子那晚不得聰明 早點回來收拾好行李 其實最慘的是你中間很難搏 那些不能搏 那些已經沒有了 或者你幾千元 但是我還是覺得那句算了 為什麼這麼小器 所以那個 港式的分手又是另一個項目 很多東西說的 不同的 我為什麼說港式拍拖呢 港式拍拖跟其他很多地方拍拖不同 譬如加拿大 那我有一些孫子都有拍拖分手 但是呢 不是那麼遲意拍拖的 很早 我見到那個年輕人 好像讀 第七班第八班第六班 即是primary 6開始 已經有女生跟他拍拖了 為什麼會提前了呢 這個要問加拿大 其他地方是不是提前了呢 香港我感覺現在提前了 香港也做了的 風氣問題 即是小學生男女抱著石 在地鐵上 也有 有 以前是穿校服的不會 現在穿校服有時都見到 報紙都有 很小時候 將校服在地鐵的洞位 大家抱著緊緊緊 我見過很多次 就算在尖沙咀的海邊 海邊有嗎 在海邊也是抱著石 五六年級 我猜到小學 我覺得很溫馨 沒有問題 照著校服去 那你的底線又真是 有高一點 我覺得這多好 五六年級 有什麼所謂 你覺得只有人老豬才拍拖 通常你一到這個位置 有些事情會再進一步很危險 很犯法 在海邊 在公眾地方 不是的 但問題是這些是醞釀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醞釀 你有第一個動作之後 之後他們就會好奇 不用擔心 游議員說過了 你是沒有房子去做的 現在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例如呢 告訴我嗎 其實報紙之前也有說 在學校天台 學校天台 但被人拍到 不是吧 其實我覺得很嚴重 在學校天台 學校天台比較嚴重 還要很小 難怪游議員說 香港流雨就是貧乏 不過我覺得年輕人 有得愛就應該去愛 愛是這方面 我沒有所謂做不做 對 我們正在說這件事 愛而已 我不是說一定要做 愛就三歲都愛 早拍拖 做不做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有個問題 你剛才說遲拍拖 我真的想起現在很多 另一個極端就是遲遲都沒有拍拖 遲到沒有拍拖 我身邊也看到很多 不好意思 尤其是女士 他們現在香港的女士 如果是過了某個年紀 三十到接近四十 很多都要自己爭取主動 他們爭取主動還有機會 否則他們就 無論願不願意 他們都真的要獨身 很大機會獨身 你有沒有嚇到 梁夫娘 怎麼嚇到 他有很多人追 我想現在 始終無論是什麼年代 例如假設 你一個多少歲的男士 你身邊那個女伴 都可以很年輕 我最多覺得很年輕 但如果反過來的人 就會有很多流言蜚語 可能女士很大年紀 然後男士比較年輕 即是你所說的姐弟戀 對 或者母子戀 可能差幾年 現在的人都覺得可以 父女沒有所謂 爺孫戀 現在都有 我知道這個 諾貝爾不得獎 你姓楊那位 他外父六十幾歲 他八十幾歲 所以男士可以找另一半的時間 是很長的 但是女士 還有有生育的問題 你過了多少歲 又生不了孩子 如果不是生就不是重要 但是有些人可能都是想的 當然你說現在的生育年齡是推遲了 但始終風險是很高的 始終你懲罰小朋友 你越大年紀 你有個問題是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本身的性別上 已經是有些大家的不同 所以現在不可以太矜持了 很多女士都很主動 找一些speed dating 聽說女士的佔的比率 都比男士多 但我覺得爭取幸福沒有問題 這個呢 有興奮 剛剛給你帶起我 就講這個問題 我準備講了 我另外有個朋友 就做這種speed dating 他呢 這個是生意 一平生意 租了一間酒樓 酒樓還是酒店 酒樓 酒樓開了幾懷 其實就是blind dating 哦 blind dating 那你要付錢 男女要付錢 正常 要付錢 要付錢 就去那裏吃頓飯 去到了 他和你安排了座位 一個架一個梅花間竹 那他十五分鐘或一半 不用了 四十二十分鐘之後 他又會調位 這個女生調去坐這個 那個男生調去那個 是不是蒙面的 不是 即是未見過第一次那種 第一次blind 那個主辦人呢 他有一些助手 都眉頭眼額看到了 就會叫你坐回原位 或者是對的那個位 後面吃炒麵 衣麵 飯的時候 就可以聊聊天 倒杯茶 聊聊天 之後呢 你可以出去外面 再喝咖啡 很多東西的 有些甚至乎 是有母慈的 舞池 跳舞 就是完成飯之後 你說現在 都有 是嗎 但我現在知道 你繼續說回來 這種就是 很多人在那裏 希望認識到那個 一個 拍了一場 那一晚的託 拍完之後 可能下次不再見到 再見 就留下電話apps 但是我想現在 這種是其中一種 以我所知 還有一些 就是單對單一些 約你兩個出來 對 那種可能比較貴 但是他們那些 要事先填一些form 知道你的性格是什麼 對 我聽聞 如果你要求勁高 很harsh 人家不做你生意 通常要求勁高 男女 要求勁高 男女也好 如果男女 寫很不正常 超級不現實 又要怎樣又要怎樣 他就不會做你生意 我又要大畢業 博士 又要精通三國語言 還要很多錢 對 如果我做婚姻介紹所有的伙計 我都要先介紹給你 對 那些太過離譜 辣椒 人家連生意都不做 所以 免得你賺錢 你都會運氣 因為 你如果這麼誇張 其實你可能未必需要 找速度約會 因為這個真的很難 如果你是超級現實 又要這樣又要這樣 譬如你有時想起自己 可能都不太完美的時候 有些事情要大家互相包容一下 你要講到表演這樣 要用來扮 對 好 那這種是Sweet dating 接下來 下一個 就是我們那時年代 很流行的 是 很喜歡的 叫做拍散拖 你聽過沒有 這個字是認識的 拍散拖 就是 不是有一個 很steady 沒有固定的伴侶 但是今天 很悶悶的 打電話給這位 楊先生 借頭借意 你看過這套戲嗎 這套 李安這套 3D 沒看過嗎 試試看 大家看看 或者 有一間這樣的銅鑼灣 有個女王 又說做意大利菜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可以試試看 貴嗎 貴一點也沒有所謂 物有所值 你看到那個女王也值回票價 之類 約一天 就叫做拍散拖 現在有沒有 其實現在不是叫拍散拖 是大家出街的 你吃飯而已 吃飯這些不算是拍散拖 這叫什麼 這些是正常社交禮儀 不是啊 那個男孩 那個女孩 即是你約吃一頓飯而已 對 無緣無故為什麼要約人 很平常男女出來單獨吃飯 現在這個世界不是男女的 你約吃飯出來也很正常 對 是嗎 男女單獨吃飯很平常 你那個心想太多 那些才叫拍散拖 別人真的想著吃飯 我那時候拍散拖 不是想著後面有什麼節目 純粹約個女生出街 都是叫拍拖 但是叫拍散拖 什麼叫不是拍散拖 就是我認識了這個女生很久了 現在那些人都封了這個封號 就說我兩個正在拍拖 這個就是平常的拖 現在 正常的拖 就叫拍散拖 即是你在拍拖 還有跟其他異性出街 是嗎 是的 我覺得也很閒 但是呢 對方可能覺得你拍散拖 就是花心了 其實呢 我想現在比較多人是 會是 應該不這麼說 有些是正常的關係 一對一 有些可能是 三對三 一拖三 是的 可能各自都是一對三 對不起 三對三 你明白嗎 即是可能男的也有三個 女的也有三個 都有的 不過其實 我想以前呢 是比較收得米 以前不敢讓人知道一點 現在是不知為什麼 那些人是開放了 會說的 沒有所謂的 又不是很無所謂 不過他們沒有以前 那麼擔心 好像被人知道 現在很難不讓人知道 還有你當作吃飯 我不知道 譬如你正常是社交流言 其實沒事的 但如果你心裡想多些 其他事情 就另一回事 他不是想多些事情 你們是覺得 經常對著這個人 一個禮拜兩三次 很沉悶 找個機會 就跟別人出來 吃飯 看看電影 逛街 就是這樣 我想現在拍散拖的定義 就是身邊有很多人 然後每一個人出來的時候 都好像是男女朋友的行為 我想他們現在的定義 這樣叫拍散拖 比較親密 比較親密 現在的時代是變得很快的 我們那些過兩三年 又是另一個世代 現在是 那時候 前幾年才說 80後什麼什麼 要研究 接著已經說 90後什麼 已經來了 現在不用研究 00後來了 全部的觀念全部變了 就算用電腦 社交工具 都已經變了 連起一代不玩Facebook 現在玩什麼 Instagram 很快就沒有了 又是另一個 我想它本身兩個平台的東西 都幾不同 我自己兩樣都有 但Instagram的感覺是個人一點 你會分享 拍照 上去 看一張照片 又如何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 我不知道 如果是好像很真 也好像很假的地方 你是真的在說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是一個好朋友的話 其實不需要透過Instagram Facebook 你也可以溝通 沒錯 所以某程度上 也是一個現實一點 可能是一個銷售的工具 哦 我經常覺得Facebook 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工具 絕對 第二 亦有給我們老貴 找回幾十年沒有見的朋友 都是 都是 經常見到的 都是 有些我沒有見三四十年的朋友 居然Facebook 找到我 我找到他 很開心 但是也沒有約出來見面 對 為什麼不約呢 我想相差很遠 有時候保留 那時候的 但你Facebook那張照片 也是更新的 對 對方不敢更新 我更新 沒用 我很怕別人 Facebook那張照片 不是自己的樣子 我不喜歡 我不會加他做朋友 不知道什麼樣子 還有我覺得你最基本的尊重 你讓人看到你的樣子 是誰 有些人是禮貌地隱藏的 他不想破壞了那時候 原來因為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不想你嚇一跳 還有現在很多假帳 我又不知道誰打誰 假帳我都不喜歡 不敢亂加 假帳我都不喜歡 因為事情都不告訴你 你又如何可以做朋友 通常要加的時候 就去看看他 裡面寫什麼內容 如果那些內容 就是普通廣告 或者是截圖 你都沒有什麼內容 的時候 就不懂 很多人賣東西 賣東西 賣東西 或者是假東西 或者是想騙人 那些 都不是難分辨的 而且你說了 其實拍拖 還有先上機吃 你也知道 上機吃先 什麼都可以先上去拍照 而且要很精於那個角度 燈光 要求要拍到很漂亮 難怪探長這道菜 佔優勢 我們都沒有這個優勢 我覺得如果現在 上機吃先 拍拖就真的 沒有必要 不要把自己 兩個人的東西放太多上網 你一上網 你是刪除不了 現在什麼都被人找出來 好像前兩年有一個叫 五百元人情不要來 那個叫做港女五百元人情不要來 其實真的很好 但是最嚴重 最嚴重的是 那些高登巴打 看著她不順眼 就把她起底 連她以前的X的再X 都爆出來 都爆出來 這個是第一任 這個是第二任 第三任即是現在的老襯 那你說 那個起底能力是很強的 所以我覺得拍拖 都盡量保護自己私隱好些 如果不是 可能真的影響下一段感情 都會的 最後她都結得成分 那就恭喜她了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你擺得走 你叫別人來都是祝福 多少錢人情是彈 我覺得有些人有時候 你不要這麼計較 最近也有新聞 他說別人家做白事 然後說不做得人情 然後有一個人就說 他們把WhatsApp的Capscreen 放了上Facebook 然後就說 你做完 你搞定了儀式 你就給了 然後就搞到 很多人去討論這件事 據說結婚那個是女的 那個說家裡的白事 那個是這個女的X 是X來的 是X來的嗎 不是同事嗎 有另一個說是X 但怎樣也好 他就說 你有白事你都照給 其實是想這樣 最後那個人就說 你下次結婚我一定得到 是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逛街問題 我們近時 拍拖 只有兩種地方去的 如果是在本地 所謂逛街 我們沒有那麼多購物 沒有那麼多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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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就喜歡走書局 如果找著那個 不喜歡走書局 見到書局的 都不用指望 第二次了 因為呢 在書局 有些人 譬如我這些 可以逗留三個小時 隨時三個小時 隨時看 如果是大的書局 幾層那些 就不止了 小小的 兩、三個小時 都一定能取得到的 如果呢 那個對方 是不喜歡書局 要一個小時 都辛苦了 好 回頭 他去到某一些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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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就走三個小時 都不悶的 你呢 不是買東西的 你就 三分鐘都悶了 你 吐廢了 那所以呢 以前行街呢 拍拖 一定呢 大家 給定一個 怎麼說呢 暗示也好 明示也好 一會兒去哪裏走 那 大家說 書局 不要走那麼多 我不要悶了 半小時 我覺得 你走去 Windows Shopping 又不會走那麼久 大家說明 要不然 在那裏已經走了 其實呢 現在會不會呢 我覺得是 現在大家都會各自去 自己走他自己很想走的東西 或者買的東西 而不會互相勉強對方 現在不會啊 少了 那要陪他呢 要陪他呢 不是啊 因為有時候 假設女人買衣服 這樣才算 我們有時候 每個人選擇時間都不同 是啊 我最猶豫 是啊 有些人可能選很久 有些人可能很快 但是男人 對於 男人是有一個目標型的購物 是啊 我去到那裏見到 買一隻酒 但是女性普遍是喜歡做比較 以及去發掘的 那本身是天生的 就是那個樂趣不同 那你既然是這樣 就不要勉強 大家各自去做 嗯 是啊 沒有問題的 那就不要在拍拖的時候做 是啊 不要拍拖的時候做 或者如果你真的要一起去的時候 又是那句 你不要介意 甚至你的樣子 都不要表現你不滿 或者很沒有耐性 要是你接受到這件事 你就開開心心地做 如果不然大家又沒有人 是啊 還要在外面等 拿七雷堅衣服去試 嘩 這個又是真的 是啊 那你很悶的 你真的悶到你在外面 不知道怎樣 又看不到什麼美女 又不敢走開 現在少聽這件事 現在少聽 通常都是各自去買自己想買的東西 是啊 所以呢 這下午說 那些鬼佬呢 我就很少見到那些拍拖去 很少的 很少的 去買東西 真的很少見 可能就是你那種 一早已經進化到 各有各去買 是 就不會在拍拖的過程裡去買 拍拖呢 我覺得 在外國 我經常見到 就是 鮑咖啡店 或者鮑一些 休閒的 休閒的地方 甚至乎在公園 他在公園裡面 那些露天茶座 可以鮑半天 那麼 在那裡 大家很多人聊 現在呢 在香港 很少人 大家會去到一些露天茶座 拿著一杯咖啡 可以聊半天 吃塵 第一是吃塵 第二是沒有話題 你說什麼呢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發覺很多食肆也好 你進來 最好你吃完快點離開 兩小時 人家要回來 不是兩小時 是最好十五分鐘之內 你吃完快點離開 我有一次吃衰餐 我只是叫了五分鐘 全部東西都離開了 然後我真的呆了 是快餐店 你已經好了 不是衰餐 你好了 我不是拍拖 但是我去過一間餐廳吃東西 去到已經未找到位置坐 他說 你吃什麼 你要有位置讓我坐才行 他們是規定 不是規定 不是規定 總之你進來 請你快點叫食 然後我馬上給你 然後你吃完再給錢走 你貓在哪裡吃呢 他不理你 總之你快點 你如果叫不到食物 請你走 那你怎樣 可能香港老闆就坐兩小時 你說拍車加油 你給個位置拍下 我要加到油 就要拍車加油 這間好笑的 這間很誇張 現在香港的餐廳很多都是這樣 你說呢 另外一種我又見過了 你一進來 他給你一個桌子 六點鐘 八點鐘交桌 可以嗎 他會先問你 一定會問 一定會問 因為人們會罵 你說我八點前交給你 這間餐廳不一定是很誇張的 是 很漂亮的餐廳 也是這樣問你 也有的 我有一次跟我媽媽吃火鍋 因為她很喜歡吃火鍋 那間餐廳也不便宜 我們倆都吃了一千多兩千元 然後她也問我 約七點鐘到 她說八點幾 可不可以交桌 但那間餐廳是好吃的 還有服務其實是不錯的 但我又明白 你想做多一輪生意都很合理的 現在香港租這麼貴 那我就說 可以的了 八點前還給你 那大問題 另外一種就是 覺得 即刻沒有了那個感覺 就好像讓你來到 含含聲 就要 吃完交換桌子 這個責任大過你吃東西的享受 有些更嚴重 你叫完東西之後 他眼睛超超看著你 怎麼這麼快還沒吃完 反正吃完 然後就來問你 你這裡還要不要 大哥還沒吃完 當然要 這樣也好 有些更糟 你沒吃完已經甜品到了 甜品到了 叫你快快脆脆 吃完就好走 有些怕你不走 他還要拿一張單來找你 先找多數 好嗎 不好意思 先找多數 這樣就真的 怎麼拍拖 沒有了趣味 今天 說到這裡 還沒結束 很多事情 還沒請教你兩位 因為我 我也要請教他 不是 我拍拖來說 我每樣都二十七七 拍拖經驗不夠你兩位 我沒有 慘了 如果你拍拖經驗這麼多 我沒問題 真的很少 你也很少 你快點 是不是要結束 結束 結束 好 下週再會 下次再見 拜拜